五大郎来到了王婆茶坊对壳这胡同里边,一见了乔运哥,就问他,说他们俩来了没有? 五大郎这只多希望乔运哥向他回答,他们俩没来,这样的话呢,就证明这事是假的,一天云彩也就满饭了,可是乔运哥向他回答,他俩都来了。 五大郎当时气得浑身就哆嗦起来了,哎,他俩都来了啊,好啊,这个贱人,我跟他没完,五大郎下意识地伸手往怀里边摸了摸新买的那把菜刀的刀吧,瞧运哥一瞧,哎哟,我说五大爷,我说您这怎么回事呢,您还没捉奸,那自个儿先哆嗦了,这怎么能行? 啊,我这是让他们把我气的,运哥,你说,下一步得怎么办? 乔运哥说下一步啊,我去找那王婆去,我把那王婆勾引出来,引到旁边,我跟你说呀,我有个绝活,打架专门用的招数, 这叫老牛顶门,我把他引到旁边,我就给他来个老牛顶门,我把他顶到墙上,您记住,咱俩订好了暗号,我只要把他顶住了之后,我就学牛叫唤,我这一学牛叫唤,那就说明王婆已经被我控制住了,您就往院里跑,没人开门了,您准能把他们捉住。 哎,好,我听你的,就这么地,你去吧,您可准备好了啊,注意听牛叫唤, 这小运哥就奔着王婆的茶房来了,王婆啊,还在茶房门里边坐着呢,这些天,王婆这个茶房基本上不怎么开门了, 为啥呢,他用不着茶房挣这几个钱了,西门庆天天上他家来,来一回就给他一挥钱,一把一清账, 所以王婆就天天做这个买卖,比开茶房那利润大得多,王婆在这茶房屋里边正坐, 这乔运哥在外不就来了,站到门口,乔运哥用手颠直,哎,我说,马朋友,快出来, 接着我又来了,王婆一听,呀,这个小猴崽子啊,昨儿挨打还没挨够啊, 接着又找上门来,又是老胡我来了,怎么着,错个山,你不打我吗, 你昨儿没打够吗,接着我还让你打,你接着来啊,你出来,你敢不敢出来, 你不出来,你就狗熊,王婆那可不在乎这个,王婆几步就从茶房里边走出来了, 王婆心想,我得把这个小子得制服了,我要不把他制服了, 他没事上我这儿搅回来,西门大官人要是一知道了心里一烦,不上我这儿来了, 这不就把我的生意给搅了吗,王婆,我告诉你, 恰运哥,平素我可没抓着你,没惹着你,今儿个你要惹着奶奶逃上来, 我可不饶你,你不饶我能走的,哎,你别跟昨儿个,昨儿个我跨着雪梨宽呢, 今儿个雪梨宽我没跨,我今儿跟你好好地玩玩, 哼,你跑这儿欺负我的老寡妇来,我的老寡妇不是好欺负她, 王婆说了上去,啪,就是一巴掌,她这一巴掌,乔运哥往旁边就躲, 她这一躲,王婆接着还打,跟着撵了几步,就挪开她这个茶房门了, 乔运哥一看这地方行,她突然罩着王婆这个前胸, 嗯,就是一脑袋,这一脑袋就顶着王婆的前胸上了, 顶着王婆站不住了,往后倒对,登登登登登, 后继背正靠在这墙上,靠在墙上之后,王婆这俩手不闲着, 罩她这脖子打, 乔运哥呢,低着脑袋,掘出王婆打她脖子, 乔运哥这两只手砰砰, 一下子把王婆两个手脖子给抓住, 抓住两个手脖子,她往两旁边一使劲, 把王婆两个手脖子也给摁到墙上, 脑袋顶着王婆的胃口这个位置, 俩手抓住王婆的手脖子摁到墙上, 王婆在这不能动, 这运哥,虽然说还不算长成人, 那也算是半大小子了, 也有点近呢, 王婆毕竟也是岁数大了, 王婆在这, 哎,哎,好啊, 你个兔崽子, 你想,你想帮我怎么的, 我帮你怎么的, 我给你来个老牛顶门, 这在过路的人来看呢, 以为这一老一少在这闹着玩呢, 乔永哥跟王婆呢, 这真有点半真半假, 他这一学牛叫唤, 那是给武德郎送信呢, 武德郎在胡同里边, 这心都揪揪起来了, 就等着这牛叫了, 哎呀, 一听这牛叫唤, 这一声牛叫, 不雅如禁军号, 武德郎伸手, 把这切菜刀又打回来就蹲出来了, 切菜刀蹲出来之后, 在那个扁担上面杠了两下子, 吭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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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吭, 武德郎要捉奸了, 他犹如一位将军冲向沙场一样, 拿着切菜刀, 蹬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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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蹬, 奔着这茶坊那儿跑来了, 他往茶坊那儿一跑啊, 王婆发现了武德郎呢, 王婆一看武德郎来了, 坏了, 这要是让武德郎闯进去, 这不就麻烦了吗, 王婆想要喊, 吾,吾, 这武刚一喊出来, 大郎出不来了, 喂嘛, 乔永哥的脑袋使劲顶他的胃口, 喵, 喵, 王婆今儿早晨喝的是小米粥醋, 醋半咸菜, 让乔永哥的脑袋顶着王婆一劲嘴里反酸水, 这一个武喊完了这酸水上来, 呃, 呃, 武德郎这功夫就进了茶坊, 进了茶坊之后, 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, 直接奔后院, 他听乔永哥说了, 过了小院, 就在那后屋, 武德郎来到他后屋, 这哐的一脚, 这外屋门还真没插, 一脚把门给踹开, 就在武德郎把这外屋门给踹开的时候, 王婆在后边撵过来了, 怎么呢, 王婆让永哥顶着脂反酸水, 他可有股激劲呢, 他一看武德郎进了院了, 就知道这事要麻烦, 王婆一着急, 忽然想起来了, 我这腿还闲着呢, 我手让他摁着, 前胸让他顶住了, 我这两条腿不可以动他吗, 光光, 拿科技盖他一抖, 乔永哥的这花盖屑, 乔永哥脑袋略微这么一松, 王婆一扒了他, 王婆就跑过来了, 王婆跑过来, 他就进了茶坊, 他进茶坊的时候, 武德郎已经到了他外屋了, 王婆扯着嗓子, 冲着后屋就喊了一声, 武德郎, 你干什么去啊, 这一声, 那是给西门庆送信呢, 王婆心想西门大观人, 你们可别让他堵住, 王婆还想往里闯, 想拉武德郎, 这工夫王婆刚跑没两步, 觉得后边有人把他拽住了, 谁呀, 乔永哥, 乔永哥把王婆的衣裳底筋给抓住了, 哎, 你往里面跑什么呀, 你不要打吗, 咱们接着打, 王婆一看, 哎呀, 你个小猴子, 你个老马婆溜, 他俩这还没完, 王婆喊完了之后, 屋子里边的西门庆和潘金莲可就都听着了, 他们也听到了, 武大郎到了外屋地下, 武大郎他这个桌间超是把火的, 武大郎拿着刀, 嘴里边不闲着, 你这个贱人, 你办的好事, 我跟你没完, 他来到这李建屋, 他用手一推去李建屋的屋门, 这个门, 插着呢, 棒棒棒棒棒棒棒, 他拍门, 建人, 你开门, 你开门, 出来, 我来了, 我武大, 不吃热亏, 你出来, 潘金莲俩手推着这个门, 两个人刚刚把衣巾整理好, 西门庆站在潘金莲的身后, 西门庆这个脸色也变了, 西门庆害怕吗, 他主要是李亏, 西门庆一想, 让人家男人给堵住了, 他不知道资格怎么办好了, 他瞧着瞧着窗户, 心想, 要不我跳窗户跑, 要不, 要不我往窗底下钻, 他就做我们这事呢, 潘金莲俩手推着门, 回头看西门庆, 你怎么的, 你, 你干什么呢, 啊, 娘子, 你说这怎么办, 潘金莲看在这, 带出了轻蔑的一笑, 哎呀, 西门大官人哪, 你可真是啊, 你平素跟我说的你的能耐呢, 你不说你会练武术吗, 啊, 你打过花拳张三, 你又踢过花枪李四, 你又说那回打拳架, 你把六个人都给打跑了, 也不把谁给扔井里边去了, 你现在的能耐到哪去了, 啊, 什么都不会呀, 武大, 这是个纸老虎, 你连那纸老虎你还怕吗, 潘金莲这话的意思, 就是递给西门庆了, 你不要怕武大郎, 潘金莲最了解武大郎, 他知道武大郎最懦弱, 潘金莲心想, 自从我嫁给他那天开始, 我就没看他跟别人打过架, 静看他挨别人打了, 今天武大郎来了, 他能把你怎么这样, 你至于吓成这样, 潘金莲这只鼓得西门庆, 去打武大郎, 他想让西门庆, 折盖他自己的这件丑事, 西门庆一听潘金莲说了这样的话了, 西门庆这胆子也壮, 好, 娘子, 你躲开, 潘金莲往旁边一闪身, 西门庆双手扶住这两扇门, 武大郎在外边一劲敲门, 棒棒棒棒棒棒棒, 西门庆轻轻的, 把这门插罐一点一点的开, 快开开的时候了, 他抽冷子一下子, 这门插罐整个推开了, 他把这两扇门往怀中一带, 这门开了, 门一开, 西门庆堵着门就站在了武大郎的面前, 武大郎一看, 面前站的是西门庆, 武大郎这火可就上来了, 好啊, 你这个小子, 你, 你, 你欺负我老婆, 我跟你没完, 武大郎把这切菜刀就举起来了, 他恶狠狠地照着西门庆就是一刀, 这是懦弱人的勇敢, 他刷这一刀就砍下来了, 他刀往旁一砍的时候, 西门庆突然把这两扇门, 万块坠一合, 这么一关, 我关, 这么一关门的时候, 这刀砍起来, 砍, 一刀正砍在那门上, 这刀砍在门上, 砍得还挺深, 这刀刚砍到门上, 西门庆突然把这门就又拽开了, 这门一开, 武大郎那刀啊, 出手了, 这刀在门上多着呢, 刀这一出手, 武大郎整个的前胸就都闪了西门庆, 西门庆那是练过武艺的, 在这阳古县县城内, 西门庆的把势那还是有点名气的, 他练把势就为了打架斗, 而不吃亏呀, 西门庆这门开之后, 一看武大郎闪在他面前的抬起右脚, 使足了力气, 这一脚就踢到武大郎的前胸口上了, 西门庆这腿, 踢过纱带子, 踢过木头桩子, 虽然说功夫不算成, 但是一般打架够用, 武大郎呢, 那是个老实人, 从来跟人不打架, 今天这是惹急了, 活顶脑门子了, 才拿着切菜刀到这儿来, 他没有招数, 不会躲闪, 这一脚石石灰灰的就挨上了, 崩, 西门庆这一脚踢到武大郎的前胸之后, 把武大郎踢得离地有一尺多高, 崩子一下子, 把这人给撅起来, 扑通, 就坐在地下了, 武大郎坐在地下之后, 想喊都喊不上来了, 这脚踢得太重, 他就觉得这一口气, 好像给憋住了一样, 呃, 武大郎还没等想起身, 西门庆跟着就出来了, 倒在武大郎的那里, 哆哆哆哆, 接着就是前胸后背好几脚, 哪一脚都很重, 把武大郎踢得当时就有点发懵了, 脑袋悬晕就倒在这儿了, 武大郎这也倒在这儿, 西门庆转身往外就走, 西门庆刚走到院子里头, 王婆在前面也到院子里了, 西门大郎人, 怎么样, 哼, 怎么样, 想收拾我的人, 还没生出来呢, 他在屋里躺着呢, 你去干嘛, 王婆身后边可就是乔运哥, 乔运哥本想还撵过来抓王婆, 乔运哥一看西门庆有岛屋里出来了, 乔运哥就没敢撵, 乔运哥这功夫在那茶坊屋里呢, 他听西门庆一说, 想收拾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, 一瞅西门庆, 那个得意的样子, 而且还气愤愤的, 乔运哥心里咯噔一下子, 哎呦, 坏了, 这吴大爷呀, 捉奸没捉成, 让西门庆给打了, 乔运哥暗想这功夫我也不能上啊, 我要是一上, 这西门庆还不得连我一块打呀, 西门庆听说是好武术啊, 我哪是他的对手啊, 干脆吧, 光棍不吃眼前亏, 我先躲躲吧, 这乔运哥一转身, 有打茶坊里不就跑出去了, 自溜一下子, 越过了大街, 跑对过那胡同里边藏着起来, 西门庆迈步走出茶坊, 他回家了, 这边王婆走进了屋里, 潘金莲又带礼物要出来了, 看了看躺在外屋地下的武大郎, 这阵武大郎面色焦黄, 两个眼睛发直, 直瞪瞪的他瞅着潘金莲, 看着王婆, 潘金莲两眼含泪, 这时候他一劲之哭, 潘金莲此时此刻的哭, 是一种复杂心情的表现, 他来到武大郎的跟前, 大郎, 你, 你怎么样, 忙婆也过来了, 哎呦, 哎呦, 你说说这怎么说的, 你看看, 哎呦, 我说武大郎啊, 你, 你, 你感觉如何呀, 啊, 哎呀, 他, 他, 他踢你哪儿了, 武大郎在这半天不说话, 这才喘上一口气来, 王婆一瞧, 金莲啊, 干脆吧, 掺着他, 回家吧, 哎, 那好, 大郎, 你起来, 潘金莲伸手来掺武大郎, 武大郎这两条腿一点劲都没有, 站都站不起来了, 王婆一看, 俩人架都架不起来的, 金莲啊, 你把他招给我啊, 我背着, 我背着你们家去, 哎, 潘金莲周着武大郎, 周到王婆的后脊背上, 这王婆还真有把力气, 背起了武大郎, 就来到了潘金莲的家中, 一直送到楼上, 把武大郎放到这床上, 武大郎还在那喘气儿呢, 王婆看了看他, 金莲啊, 你好好的关照关照他啊, 我到下边一趟, 哎, 王哥娘啊, 你要走啊, 我到下头, 王婆迈步就出了, 他出来之后下楼, 潘金莲随后跟着也下了楼了, 到楼下, 潘金莲抓住了王婆, 王甘娘, 你要走啊, 啊, 我想回去看看, 别去啊, 王甘娘, 这事得怎么办呢, 我没主意, 您可别走, 呃, 那好, 我告诉你,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, 你就关着关着他, 可能打得中了点, 一会儿呢, 他就缓过来了, 缓过来就没事了, 那你说我现在得怎么办呢, 你呀, 呃, 好吧, 我先不走, 我呀, 在厨房里边, 我给武大呀, 做点吃的, 我给他做碗热仓面, 啊, 待会儿给他吃点, 也许能缓一缓, 啊, 那好, 你就上去看着他, 啊, 好好跟他说两句话, 哎, 潘金莲转身上楼了, 来到楼上, 一看武大郎, 躺在床上, 还是那个样子, 面如电影儿, 两个眼睛, 直直地瞪着潘金莲, 潘金莲一看这怎么的了, 给踢傻了, 大郎, 你, 你感觉怎么样, 老半天的功夫, 武大郎不说话, 武大郎这着, 此时无声胜有声, 他嘴里边没言语, 心里边可有话呀, 武大郎心中想, 我武大郎不是男子汉, 我捉奸都捉不了, 我是个什么人, 他感到自己丧失了做人的尊严, 此时此刻心情, 他是羞, 他是气, 他是恨, 羞自己没有本事, 他气, 气的是潘金莲做这种事, 恨, 他恨的是西门庆, 潘金莲丑武大郎这个样子, 潘金莲沿着泪水也往外流, 潘金莲这着, 他也有一种羞辱感, 他感到自己办的这种事, 让自个儿的男人给堵住了, 他感到羞, 他心中同时还感到亏, 他对武大郎感到有愧, 他还恨, 他恨武大郎, 他恨武大郎不该去捉奸, 不该把他这点事给揭露出来, 他瞅着武大郎, 不知道武大郎心里边在想什么, 他很想知道武大郎此时此刻要干什么, 等个老半天, 武大郎在床上倒着倒着突然哭出声来了, 这头一声哭啊, 饱含着委屈, 饱含着悲痛, 哭了声他兄弟, 武大郎这这, 挨了打了, 受了气了, 首先想到的是他兄弟武松, 武大郎心想, 我兄弟要在家多好啊, 我兄弟要在家, 我能受这个气吗, 他哭了声兄弟这眼泪哗哗的往下就流了, 他这一哭, 潘金莲跟着眼泪也流下来了, 潘金莲这一哭, 武大郎这个人还就这样, 心思面软, 受不得这个, 武大郎哭完了之后, 自个儿擦了擦眼泪, 我兄弟怎么还不回来, 你大哥受了气了丢了人了, 今天呢, 你别哭啊, 我知道这个事不怪你呀, 你呀还是好人哪, 这都是呀, 那个王婆干的, 那王婆呢, 她在哪去了, 大郎, 王婆在下边给你做饭, 告诉他, 他别做, 他做的饭我不吃, 他要在下边做饭, 你把他叫上来, 我, 我有话跟他说, 你去, 哎, 好, 潘金莲有点露上下来了, 一见王婆, 王婆娘, 武大郎要找你, 他说有话跟你说, 找我啊, 嗯, 好吧, 王婆迈步, 跟着潘金莲就上了楼了, 这个王婆, 那是经过世面的人, 他跟潘金莲可不一样, 潘金莲不管怎么说, 那还算个厨, 王婆这是老手, 登登登, 上楼之后一进门, 假装了面带羞残, 哎呀, 我说武大郎啊, 您这一叫我呀, 我这心里边登登登的, 一个劲儿直跳啊, 我觉得自个脸上发烧啊, 我现在恨不能的呀, 地下有个窟窿啊, 我就钻里边去呀, 武大郎啊, 我可真跟你说肺腑的话, 掏心坎子的话, 我对不住你呀, 这个事儿吧, 就是怪我, 谁也不怪, 当初啊, 我让潘金莲上我的家里, 给我做寿意, 我就是看着大娘子这把真相活了, 那个真相活是真的好啊, 我当时就跟他说, 我说你做的这个寿意我要穿上, 将来死了见了颜文爷, 我都感到光彩体面, 大娘子给我忙忙活活地干了那么多天的活啊, 这些天吧, 还有别人又去他做活, 可是没想到啊, 上我家长串门这个西门庆啊, 这个小子是这么一个人, 你说吧, 小的时候我当过他奶妈, 我把他就当我儿子那么看待, 他来了之后啊, 天天在那看大娘子做寿意, 他站在他旁边就瞅着真相活, 我还说呢, 我说你个男子汉, 你看这干嘛, 他说他将来还行学点真相活呢, 我说没听说过, 男人哪有学这个的, 我哪知道啊, 他看上大娘子了, 哎, 谁让大娘子长这么漂亮的啊,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, 他对大娘子能有胆心呢, 哎, 这回啊,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了, 我是个老寡妇啊, 寡妇门前事非多, 事非多, 我就怕我这贪事, 怕贪事, 偏偏就出事, 你说今天让你这进去碰上这么一件的事, 你说, 你说我这个老脸往哪高位, 大郎啊, 哎呀, 我太对不住你了, 我真想碰死了, 我真想闪吊啊, 这王婆说着假装还带哭音的, 实际上眼睛里边一个泪花都没有, 他这么一来啊, 武大郎对王婆这感情也转换了, 要不说这老实人要扣到人家, 武大郎躺在床上, 看看王婆, 哎, 王干娘, 行了, 行了, 这事啊, 您就别说了啊, 您这授意还做吗, 哎呦, 我不能让他再做了, 我就有活我也再不能找他了, 不做了, 哎, 不做就好啊, 大郎啊, 我给你做碗面条, 不, 我不吃, 我吃不下去啊, 嗯, 嗯, 武大郎这只就觉得, 亲口窝里一发热, 嗓子也一发咸, 嗯, 一口血翻上来, 王婆赶紧端棚过来给接着, 这口血吐出来, 王婆把这盆, 到楼下厨房里面给他刷洗完了, 接着又跑上来, 用手巾给他擦了他嘴角上沾的血迹, 哎呀, 你看这怎么说的, 哎呦, 提的够重的, 都吐血了, 好啊, 把这血吐出了就行啊, 不做病, 嗯, 今天呐, 你好好关照他啊, 那我回去了, 大郎, 你好好歇着啊, 我回家了啊, 哎, 好, 好, 王婆出来下楼, 潘金莲随后跟着也下楼, 王干娘, 您回去啊, 啊, 我回家, 我告诉你, 金莲, 他干什么, 你都得跟我打个招呼, 你呀, 年轻, 没准主意, 一切事都得听我的,